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十八號的婚禮新聞 當時鄉出山頭到最近是一件壓倒堂的堂海 農民朋友也是不明顯的好客 當時鄉農國總幹主 單稱呼功 大概在這十年節沒有一件過這種堂海 現場有可能是因為最近的天氣 是跟壓倒堂的行動做成的 目前風土的工作已經沒辦法 馬上來消毒這種堂海 當時鄉公司 今天是壓過當廣告和農政黨委 來探查受害的土豆產 到底來研究 要怎麼來風土的工作 一大片的土豆產是農民的幸運 但是現在率先出現一大堂的壓倒堂 在映星口前的土豆產上頭在行進 這開始發的料發起來 三兩日就吃了料 沒辦法下去 這個吃得很厲害 噴三遍哦 你 本來暗安靜又一遍 現在沒辦法下去又翻兩遍 又要翻五遍 先粉情假很多 你如果說有風太大水水 它的軟 好 它的軟 就不會流掉 今年 剛才這個拮開 沒有風太大水 所以它所飲的軟 都是起事 砰開 讓農民都很頭疼 造成這部的湯海玩音 當時向農會也提出看法 讓土豆比較熟 變成你 去給湯吃後 它本身就適合營養 所以土豆到時候會不會熟 有可能修正的 它的色度差不多一半而已 湯海農民很多人 當時香港所也會董管府 和上安安委 到湯海的土豆餐來檢查 就是要再提出新的改變方式 不然它已經有抗藥性 就是你噴藥的效率要出來 就是怕說你噴藥的方法 或者剛才我講的藥劑有抗藥性等等 如果沒有做適當的處理 可能就會減輕那個效果 會建議說你噴完一次以後 可能五到七天 因為有一些卵幼蟲又會再出來 可能還要再噴一次 這樣子的效果會提升 最快的方式 我們政府要幫忙 農民也要自己站起來 就是由我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簽藥的補你多少 你有那麼多糾纏的 你那快農民 對 這些土豆餐已經 爬藥了爬了很多次了 湯海也是無面向的改善 農民只希望說 上安丹維冠軍有後一步的辦法 來幫忙他們 天天堵塗湯 跟西族相關的風地工作 記者丹維 虎年昌報導 虎年昌報導 記者丹維